另外 国家团结部副部长兼马华副总会长 纳都斯里郑联科的上议员任期 原本是在星期一届满的 但迟迟没有续任的消息 如今证实郑联科不再由彭亨州规见担任上议员 而是获得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预准中央政府举荐续任上议员为期两年 并且继续执行副部长的职务 郑联科将继续出任上议员到2023年8月9号 本台试图联系郑联科回应这项消息 副部长透过通讯应用程式WhatsApp回复说 相当开心可以继续执行团结部的任务 目前他有不少的项目有待完成 包括寻求政府拨款维修宗教场所的建筑和基础设施 郑联科在2018年8月10号 透过马华彭亨州联委会的推荐 出任三年的上议员 并且担任团结部副部长 而这一次的续任 郑联科并非延续州议会推荐担任上议员 而是通过联邦政府向国家元首推荐任命 优优独播剧部长